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們怎麼去做另外一個 所謂這個翻頁的英文的一個做法 那一樣我們 假設我們還是用這個來看好了 用這張一個範例圖來看 但是我們可能換別的做法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要做一張這個照片有一個翻起來的感覺 我印象中在模板裡面好像有類似的 那就可能再加外框 有點類似這一張但是做法又不太一樣 就是翻起來的感覺 那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一張基本上你會發現它是外框 所以你的照片沒有被捲起來 那我們要做一張照片被捲起來的感覺 那一樣這個做法 我們一樣先產生一個向量 我們進到向量工廠 開啟一個向量工廠 然後呢我一樣產生一個新的舉行 其實這個舉行到時候可以讓你幹嘛 放照片 放照片 那 我一樣檢查之後呢 框框產生完之後 我應該先把它的框線跟顏色拿掉 我不要有色線段 色白色的 好 沒有中檔 這裡把它色透明的 然後呢 然後呢我去新增 增加節點 我大概在這裡增加一個點 我沒有點到它能夠沒有變換 剛才應該都沒有點到這裡 好這裡 然後改成透明的 這樣看不太出來 那先不改透明沒關係 先改 先改 先用白色 好 那 先留個線段 細細的就好 這樣很細 那我現在從這裡去 按這個調整工具 這裡的一個增加節點 點一下它 然後再增免在這裡點一下 我分別在這兩邊地方點一下線 在線上面點好像不太好點 去增加一個節點 去增加一個節點 然後呢我在這兩段之間 我點一下它 然後再按Ctrl鍵再點一下這個節點 兩個節點把它mark起來 然後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轉曲線 那我們知道 方形的話它是直線跑 然後這個圓點的話它是曲線 它在轉的時候它會是一個曲線 那一樣我在點它的時候 點一下它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 按Ctrl鍵 Ctrl按住 然後再點它一下 這兩個被選起來 有一個橘色跟一個 黃色 然後按右鍵 然後轉曲線 那這兩個都被我轉曲線之後呢 這時候 我點一下這個地方 轉腳這裡 讓它變成橘色 黃色的 如果看不太到把它放大一點點 好 我們重點就是我們要把它往內翻 那這看起來就好像翻頁 可是這樣又太直了對不對 我這裡再調一下 點一下它 往上一點點 那這樣看起來就有點翻頁 可是 只是翻頁的一個感覺 我們接下來要做一個動作 我們還要再去創造一個東西 就是 這裡 翻起來這裡會有一層 還有下面 上下都會有一個陰影 那我們做陰影 原則上 完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 我們點選這個 避免再去按照 我們點選這個 向量調整 然後呢 我們再去新增一個矩形 好 然後 應該在這裡 任何一個地方去把它 點一下 好 畫一個這樣的 大小 欸 這是TOM 好 沒關係 我們先讓它變白色 應該它要漸層顏色 先讓它用紫心的顏色 然後是白色的 然後呢 我們就點一下它 點一下這個橘形 然後呢 去做所謂的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一個角度 旋轉一個角度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沒有切換 又把它挪 做畫了一個 點一下它 點擦之後 點選這裡 向量調整 然後呢 出現十字型的時候 把它挪 摸 摸一下 這個角度 可能 不是很OK 我們利用這個旋轉這裡 再去做一些變化 選錯了喔 應該是這一個 好 看起來類似類似的齁 然後再 OK 點選它 好 摸一下 然後我們就讓這裡 點這裡 我們選擇 漸層原色 然後這裡 又 左上又下 是這種黑白的方式 我們把它拉上來看一下 那這裡 可能太黑了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 那個 黑白的狀況 好 因為它這個到時候是在下層 把它拿到下層這樣看起來 跟剛剛就不一樣 這就看起來像翻起來的感覺 剛剛我們做的時候在上層做 那我們怎麼看感覺都怪怪對不對 做完其實我把它挪到下面來 這就感覺像翻起來了 上面的陰影 還找一塊 還有下面的陰影 還有一個下面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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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其實它的做法很像 它的做法 就是我在產生一個一樣 產生一個新的矩形 產生一個新的矩形 然後這個矩形呢 我點它 選擇它 然後挪到適當的位置 看起來大概這樣 那這個其實我一樣 用所謂的漸層的方式 點這個屬性 然後去調整 顏色的變化 用漸層的方式 那一樣我們把它改成 應該換個方向 看著這邊淡上面的陰影 那現成的方式可以調一下 大概這樣 按 OK 然後把它挪到最底層 那這樣看起來就像它翻開來的感覺 不過這個還在調一下 這個位置調得不太好 那這樣就是一個翻開的感覺 那這邊兩邊都是漸層比較淡 中間比較深 就翻開來一個漸層 那你可以把它存成一個 那如果說這時候 那如果說這時候 我把這一張 我選第一張這個 回到剛剛提到的 我們把它變成所謂的 材質 然後換成所謂的 我們用的照片 高正 我看一下 他就在前面 Many百分之間 有內營 你可以 ghost 因為我張露拉這個沒有很沒有多照照片的比例 不然這應該是長方形的 因為這是直直 那再換一張照片 因為這是變形的 那應該讓他轉一個角度一下 照片沒有自動轉 不然就是把它射成橫 原則上 這個框框可以根據你照片的一個變化 然後去做一個調整 那像這樣照片翻起來的感覺 這個就是照片有被翻起來的一個感覺 那剛剛看到那個框是 我只是翻框而已 照片沒有被射成 兩種不一樣的感覺 那個做完之後你一樣把它另存起 向亮阻擋 那你這個照片後面就可以跟著一直換 翻譯 它存在它的預設的位置 好 那這就是另外一個翻頁的一個方式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看得見 然後再寫 我看了 所以 我們的 甚至 感谢观看